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出家门的最后一秒 还听见丈夫丁杰的咆哮声 语气里带着气急败坏的笃定 是的 笃定 丁杰笃定杨乐乐不管离开家时 有多么的理直气壮 过不了多久就会灰溜溜的回家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初秋的天已经有些凉意 杨乐乐出来的匆忙没有穿外套 一条蕾丝裙单薄的可怜 丝丝凉风透过衣服刺入皮肤 瞬间泛起层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她揉了揉有些发酸的鼻子 看着浓稠的化不开的夜色下 星星点点的灯光 在脚下投射出一个个蕴黄的光圈 突然感觉莫名的悲伤 其实丈夫丁杰对她很好 两个人的感情也很不错 甜蜜恩爱 这时过日子嘛 感情再好的两个人 也免不了磕磕绊绊 吵架半嘴的时候 就像有一句话 感情再好的夫妻 也有一百次想离婚 五十次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每次吵起架来 丁杰就像个女人一样 唠唠叨叨的思思念 还总解难听的话说 气得杨乐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摔门而去 可是出了家门 杨乐乐就后悔了 她是原嫁 父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 这里没有她的一个亲人 唯一的好朋友林文也有家有事 还跟公务婆婆住在一起 她实在不好意思给她添麻烦 想去住宾馆 可惜兜里没钱 并不是因为她的日子 过得有多窘迫 相反 在这个二线城市里 她和丈夫有房有车 丁杰是一家投资公司的主管 月薪两万以上 她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月薪差不多四五千 她的工资每个月 都花在了家用和吃喝玩乐上 每个月刚好花完 一点余钱都不剩 丁杰的公司 除了日常的应酬花销之外 全部都存了起来 打算以后养孩子用 刚结婚那会儿 丁杰也曾提出 要把工资卡交给她 杨乐乐到时脑子抽风了 特别好卖的大手一挥 亲爱的 我不想把你管得太严 我相信你自己是有分寸的 丁杰感动得差点痛哭流涕 过后再也没有提过 要把钱上交 杨乐乐当初想的是 她相信自己和丁杰的感情 丁杰也不是那种 会背着她乱来的人 与其这样 倒不如给她留下个懂事 通情达理的好形象 可她忽略了相爱相杀这回事 结果两人一吵架 她愤怒之间摔门离家出走 等出了家门 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 就像是被针戳破的气球 瞬间泄了气 在海边徘徊到深夜 脑海中浮现的尽是电影电视剧里的 杀人狂魔强奸犯的情节 最后 杨乐乐打了个寒颤 灰溜溜地回了家 第一次这样回家的时候 丁杰很激动 慌忙跑过来给她端茶倒水 一个劲地跟她道歉 后来四说多了 再看到她回来 丁杰坐在沙发上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脸上戏虐的表情 分明就是在说 看吧 我不理你 你不是还是乖乖自己回来了 再次吵架半嘴的时候 丁杰总是一副 趾高气扬的欠扁样子 还喜欢把 你滚吧 有本事就不要回来 我看你还能去哪 这句话挂在嘴边 以往每次 杨乐乐想起 平时丁杰对她的好 也就忍了 可是 今天她实在是不想再忍了 奶奶的 老虎不花威 你当我是哈喽Kitty啊 窝囊了那么多次 这次必须硬气一回 丁杰要是不低头 不点头 还要的求得回去 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杨乐乐冲着家的方向 挥舞着拳头 暗自下定决心 莫了 杨乐乐掏出 手提里的小钱包 打开只有最亲爱的毛爷爷 形单影子的 躺在里面冲她笑 旁边围绕着 三三两两的肛蹦 她叹了口气 还是要麻烦林文了 接了杨乐乐的电话 林文打车飞奔而来 怎么了 这大半夜的 跟你老公吵架了 我今晚不想回家了 你有钱没 能不能借我点 杨乐乐低头盯着脚尖 有些局促地说道 她实在是不大海的意思 开着个口 林文的家庭条件 她很清楚 她和丈夫 都是普通的小职员 工资一个月加起来 才万把块钱 还要还房贷 不到一百平的三居室里 住着公公婆婆 还有小姑子 一家五口 平时的花销 都是她们两口子出钱 到现在 林文连孩子都不敢生 杨乐乐深知家庭条件 要比林文好太多 可现在 她却要张口向她借钱 哎 确实窝心呢 怎么 这次终于硬气一回 决定跟你们家丁杰 斗争到底了 说吧 借多少 意外的是 林文不仅没拒绝 还有心情调侃她 要不先借你两万 你也趁这个机会 好好出去玩一玩 逛一逛 让她好好的着着急 林文撩了撩 刚洗过的头发 顿时香气扑鼻 嗯 你有这么多钱啊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 哎呀 这是我攒的私房钱 你尽管用 私房钱 你攒了这么多呀 不止这些 我现在攒了 这个数 林文伸出右手 晃了晃 啊 五万 这么多 你是怎么攒的 杨乐乐太过惊讶 眼睛瞪成了同龄 这女人的私房钱 就像是海绵里的水 急急总会有的 关键是 看你想不想攒 不是我说你 一点心眼都没有 这一到关键时刻 就傻了眼了 要不说呀 什么都不如钱 来得踏实 杨乐乐反驳道 我觉得夫妻之间 应该坦诚相待 偷藏私房钱 是对婚姻的不忠 对丁杰的背叛 如果彼此之间 都有了秘密 这样的生活 还怎么过下去 问的傻孩子呦 你也太天真了 你问问身边 结过婚的朋友 哪个没有藏私房钱的 也没见过哪对夫妻 因为这个过不下去了 就算是有 也只能说明 本身的婚姻 就岌岌可危 私房钱 只有一个 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林文突然 收了玩笑 正色道 甄嬛不是说过吗 至亲至叔夫妻 男人带你好的时候 是真的掏心窝子 对你好 可是变脸的时候 也会是你想象不到的绝情 这世上除了父母 哪个人 值得你 毫无保留地对他好 夫妻之间 也不例外 就算是同床共枕的 两口子 多留个心眼 总是没错的 如果哪一天过不下去了 总不至于 人才两师 话落 两个人都没有言语 气氛突然凝固住了 一时间 只听得到 风吹树叶 发出的乌叶声 莫名地有些凄凉 第二天 从酒店的大床上醒来 杨乐乐惊心收拾了自己 踏上了飞往西藏的飞机 临行前 丁杰给他打电话 问他气消了没有 为什么还不回家 他说 想出去散散心 严毙不管那头的人 如何气急败坏 暴跳如雷 利落地 挂掉了电话 布达拉宫 大昭寺 神山与圣湖 西藏的每一处风景都美得 惊心动魄 令人陶醉 近来一个星期 杨乐乐都玩的乐不思蜀 丁杰打来的电话 也顾不上些 丁杰弃而不舍 每天微信短信 狂轰乱炸 又是道歉 又是说情话 让杨乐乐觉得 仿佛回到了恋爱时期 原来 她还是很在乎我的嘛 杨乐乐抱着手机傻笑 最后在疲惫中 沉沉睡去 旅程结束那天 杨乐乐给丁杰 发短信 我下午五点的航班 下了飞机 杨乐乐大老远 就看见丁杰 站在人群中 手里捧着玫瑰花 鲜艳欲滴 一看见她 丁杰就扑了过来 一把将她溶入怀中 下巴抵在她的头顶 在她耳边呢喃 老婆 我想死你了 外面晴空万里 明晃晃的日光 冲破 湛蓝色的天幕 暖洋洋的照在身上 杨乐乐勾起唇角 无声地笑了笑 这真是个幸福 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子 月底 又到发了公司的日子 杨乐乐摩杀着 公司单上醒目的 五千两百块钱 打电话给丁杰 老公 这个月老板又扣我公司了 扣得只剩三天多了 好伤心啊 丁杰 没事老婆 有我养你呢 怕什么 晚上我们去吃小龙虾去 慰藉一下你受伤的小心灵 嘿嘿 老公最好了 摸摸哒 杨乐乐有事没事 总喜欢查查银行卡 看着上面的数字 一点点增加 竟然觉得异常的安心 在跟丁杰吵架时 也有了底气 再也不用担心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露宿街头 然后 夹着尾巴 灰溜溜的回去 丢失了最起码的尊严 这个小秘密 也丝毫没有影响 她和丁杰的婚姻 她们的感情 一如既往的甜蜜 女人嘛 还是要聪明点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